我們來看看如何利用P4的方式 在Photocap裡面加入活動的日期地點 還有調整它相關的物件的屬性 可以從這個P4功能裡面的P4處理 首先找到我們要載入的照片 接著呢可以找到物件設定這邊 如果本身是數位相機的照片 那麼可以直接用這個ESF物件 那它就會自動取得照片拍照時的日期跟時間 那麼如果沒有的話也可以用上面這個日期時間物件 把它自己手動來設定也是可以點到之後可以按進來 那在左下角這邊呢就會看到它預設的 那再來如果是活動地點的話呢 那就可以利用文字的部分把它降下進來 那進來之後呢它就會有一個這個文字屬性 可以透過這邊呢來設定文字的內容 字的大小然後顏色然後還有以及它的位置的部分在塗層這裡 點一下 那麼在這邊呢可以看到就是 按了右下角之後現在反而是跟我們的日期重疊在一起 那在這裡沒有辦法只用拖曳的 所以必須透過座標的方式來做調整 如果我想要把它擺上面一點你可以用負值 它就會往上 相對的如果要左邊一點也是用負值 它就會過去一些 好如果確定沒問題就按OK 那麼日期時間呢也是一樣點到它之後這裡有一個物件設定 就可以在這裡直接來設定它的出現的位置 好跟剛剛都一樣然後呢日期的內容 字型的大小 那在顏色部分如果希望字是透明的 加上這個時候就要加上邊框 它會在左下角這邊會有類似的 就是原本文字加上框 這樣也可以 所以大致上的使用方式是像這樣子 那好的之後呢按下開始皮字處理 這樣就可以在所有的照片上加上這兩個物件